今年63岁的苏格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30年前 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取博士后专业 苏格称 他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与同学 高度关注本次习主席访美 哈佛大学及其所在城市波士顿 曾与西雅图竞争邀请习主席到访 美国在各地在习主席访问之前 都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我这次就发现 因为我曾经在哈佛大学就读过 这边的反应就是说 你看我们也是千方百计的 热气的期待着习主席能在我们大学来访问 在我们那进行此演讲 但是我们可能在和西雅图的竞争当中 我们博士顿竞争不过西雅图 苏格说习主席之所以选择西雅图作为首访城市 是慎重做出的决定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西雅图是美国经济中心之一 而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 是两国关系的压仓石和主推系 习近平主席选择首访西雅图 就是告诉世界中国高度重视中美经贸关系 习主席这次访美从西雅图开始 它是有一个重要的意义的 如果我们把中美关系比作在大海航行的一艘巨轮的话 那经贸关系就是这艘巨轮的压仓之物 也是它的推进器 就是说中美关系前行要有动力 要稳定 那么西雅图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商家云集的这么一个大城市 其实是要去微软 波音 星巴克 我们将举这么几个 就足以说明经贸关系 在中美关系中间的分量 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参观波音微软等公司 显示了中国注重发展科技 愿意与美方加强在科技方面合作的诚意 同时 人文交流也是本次西雅图之行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主席将在22年后 重返美国领肯高级中学 这一行动的本身就像世界显示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崇尚的情和意 杨确记者 北京报道